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minecraftrestonworld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做这个隐藏的合成台 好了那么合成台呢不一定是合成台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 只要是方块就行 好那么我们来试一下 ok 我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墙面 合成台就出来了收回去 好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机关 那么这边就是不关事的啊 这边就是这个机关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好我们现在开始了 首先介绍一下材料 猴石火把中续器红石 年性火塞任意方块还有 任意方块还有任意方块 总之是两个不同的方块就可以了 哈哈 好的那么首先在这里 放一个年性火塞 再放一个年性火塞 然后把你的任意方块放在这里 就是一个年性火塞 然后把你的另一种任意 就是说任意方块放在这里 放一个红石火把 这里放一块红石 好那么到这里了 这里呢就是中续器一档 然后 两块红石 两个中续器 那么这里就一块石头 然后一个中续器 哦中续器是摆错位置了 那应该是摆在这里 我说怎么看着有点不配近 哈哈 那么两块红石就摆在这里了 然后跟刚才一样 这里摆石头 再放一个中续器 这里放一块红石 然后这里放一个中续器 这里再放一个红石 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完成的了 然后这里放一个拉杆 哦好的刚刚忘记告诉大家这里是要调到二档才可以 好那么现在就可以了 好那么他们就是非常成功的收回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整体结构了 那么这里摆一个红石火把 那么注意红石火把一定是摆在这边才会起作用 然后这里一定要放红石 这里呢就不用放红石了 好的那么现在来介绍一下它的原理 可以吧 那么张开的时候呢 这里会存红石能量了 这里也会存红石能量了 所以他们两个活塞活塞都可以同时的张开 那么这里呢 这儿就会变成这样 那么它就锁住红石信号 然后把这里给把这个红石火把的信号给熄灭 其实红石火把的信号是由这里熄灭的 所以这块活塞呢它会掉下去 那么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大家仔细看一下 看它有一瞬间 它亮了一下 只有一瞬间 那就是因为这一块它起作用了 那么就是说它灭的瞬间呢 这里还亮着 然后它又灭了 所以这只是一个一瞬间的事了 那么一瞬间的事呢 导致这里 它亮了然后活塞 那么如果没有它 活塞呢 就会收回 但是这个工作台就不会被前面这个活塞所收回 那么一瞬间它又伸出去又缩回来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这个合成台呢 再收回来了 看 那么这里呢 翻开 合上的时候呢 因为这里上面的方块还在 所以活塞不能把这块石头给推上去 所以 在这里呢 就加了一个 这个 它一闪 那闪的时候呢 这些方块已经全部推回去了 然后这里呢 然后这里呢 再闪 它就会回去 就是这样 达达 那么这个机构非常的简单 那么下一步 就是把这里做成 墙 那么我就把我的红石火把摆在这里了 摆在这里呢 红石这里就会被激发 但是它也会激发到 就是激活这个 所以跟摆在另一个地方是原理 其实是一样的 那么本身这里的红石 那么你就可以 这样 这样把它弄过来 好的 那么为什么不往这边呢 因为这边是墙了 所以不能往这边 除非你把它做成通通道的形状 咱们就这样 咱们就这样 那么这里你也可以放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 放 放什么呢 放一块金矿石吧 哦 哈哈 哈哈 那么其实你放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记住哪个位置 摆这个摆这个摆这个拉杆就可以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试验一下 其他的方块吧 哦 海绵 花钢岩 哦 羊毛 嗯 银石 不错不错 发生什么事 啊 哈哈 没事 我还有一个 我还有一个 好的 那么这一集呢 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 记得在下面留下一个赞哦 大家拜拜